他定了這個我們重申的一個洪波或者一個水晶的一個微小的經濟 因為自往而言我們香港古老國的一個我們重申的學祖室 是對咒詩人 海上的咒詩是對咒詩的 在八十五代、九十五代這些日子裡 古老國的一個學祖室是經常出現大馬力的咒詩 所以我們為了同志的九十五代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在這個黃島上面 處理一個很光明的一面 就是香港創造的海上的學祖室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同志的九十五代 因為大馬力的一些咒詩人 為何要用海洋向前方大盤滑岸上提出 我們在這裏拉起一個洪波時 有自然的光碼 因為當時已經有一個洪波就會停留 我們就能夠進行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從八十五代、九十六代、九十五代、二十二代、三十年之間 我們這一個行動是從國內所說的海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這邊的活動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階段我們在這裡有一個水平記錄 當收到一些叫做情報的時間 就會在這裡拉起這個渦滴 去導致那個避霸的一種狀況 就像會導致的狀況